I老山 这里是人类的进去 因为深入者必死无疑 山中千年古树数不胜数 阳光难以穿透 只成绿色屏障 在这样的环境下 极易产生压抑感 而且各种树枝较差 会屏蔽手机等设备的信号 I老山深处 存在大地磁场强度异常 还会导致指南针失灵 一旦在山中迷路 便很难走出 更无法与外界联系 这里地形复杂 山体坡度较大 到处悬崖峭壁 行走十分艰难 在这里偶遇黑熊花豹也不足为奇 甚至可能还有其他未知生物 I老山经常出现暴雨 冰雹等恶劣天气 昼夜温差极大 即便是夏季 夜晚温度也可能低于零度 容易导致失温等危险情况 无助探险者在此迷失方向 有的失踪 有的遇难 血淋淋的教训 触目惊心 如此茂密的极印之地 不知道有没有古墓的存在 就是I老山和张家还有关系 随便I老山的命令中 即便是无人机 也可能一去不复返 因为森林中有瘴气 未知的生物 都有可能导致信号中断 眼前的清澈小夕 也无法掩饰这片原始森林 带来的压迫感 如果你独自站在林中 会感觉四周都有野兽的目光 在注视着你 尽管如此 外围的景区路线 也经过精心开发 游客可以大胆放心的行众 要注意的是 开发区域只是冰山一角 大部分地区依旧保持的原始状态 切勿擅自深入